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武才有德 你狂 你才能打 你能打了之后才有道德 才有知道如何运用你断刀的实力 是来帮助国家 还是来保护自己的家庭 但是你连手无腹肌之力 你何来给我谈德 好多传统武术的大师 有一些花架子 好了之后一些吹嘘过分的神功 很多 比如阎芳大师 好了之后阎大师单手 就可以推开四五个 身强力壮的男人 好了之后 两只手能跟其他个男人去做对抗 这个基本上违背了力学和物理学 不太可能 我现在没想好 应该 应该会吧 有可能 一天之内的变化就是这么大 是广大人民的功劳 我没有什么功劳 我就把他带去了进来 我是第一个打的嘛 打完了还输了 我就这样了 那我就炒作了就想出名 出名之后 后来被大家识破了 后来就不想出名了 最后一回头 请不吝点赞 真观看 那就 对 。